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 我是卧旭 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李绍仙老师和魏东旭老师 欢迎两位 2024年7月31号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 在参加完伊朗总统佩泽西契扬的就职仪式之后 在德黑兰遇此身亡 8月3号 伊朗宣称将为哈尼亚报仇 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温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段新闻短片 2024年7月31日 哈尼亚遇刺身亡后 关于他遇刺的细节有关各方各执一词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首先对外发声 趁哈尼亚系参加完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的就职典礼后 在住所遭到以色列的空袭 此消息一出 外界舆论一片哗然 以色列空军要对德黑兰实施空袭 意味着对伊朗领空实施了入侵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 哈尼亚遇刺的具体地点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北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处招待所中 时间是31日凌晨时分 当时哈尼亚所在的起居室发生强烈爆炸 导致哈尼亚当场死亡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月3日对外发表声明称 对哈尼亚的刺杀是由以色列设计和实施的 并得到美国的支持 刺杀哈尼亚的恐怖分子是从哈尼亚的著作外 发射了一枚进程导弹 将哈尼亚炸死的 同时伊朗方面表示 之前有传言称 此次袭击是由预先设置好的定时炸弹所为 这一说法并不属实 好 刚才的新闻短片当中 布团发现哈尼亚遇死之后 关于他遇死身亡的细节 伊朗方面和哈马斯方面各有不同的说法 哈马斯表示哈尼亚是遭遇空袭身亡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表示 哈尼亚是遭到了进程导弹的袭击 那么这两种说法哪种更接近事实呢 哈尼亚到底是被何种武器装备刺杀身亡的呢 李老师您那么分析 哈尼亚究竟是如何身亡的 美国媒体报道的 纽约时报报道 而且是援影的以色列方面的这个消息 它是预制炸弹炸死的 据说这个预制炸弹呢 很早就运到了德黑兰 运进了哈尼亚要下他的这个房间 那认为就是今年五月份 伊朗那个前总统莱西这个遇难之后 为莱西举行葬礼的时候 哈尼亚也去了 哈尼亚去了以后其实暴露了心中 据说莫萨德就跟踪他 知道他的这个下他的这个住所 然后秘密地把这个预制炸弹 就用进了德黑兰 而且预先放在了哈尼亚要下他的这个房间 这是一种说法 那么这种说法其实在伊朗正式公布 它这个调查结果之前 大部分是认可这种说法的 那么这个哈马尔斯方面从一开始 就说空袭胜网 空射的这个弹道导弹 这个炸射了哈尼亚 还有就是伊朗方面公布的这个消息 我觉得这三种消息 所以综合看来 就是纽约时报报道那个 我认为可行度就不大 为什么呢 其实最典型的一点 就是从现场那个图片 大家也可以看到 就是整个这个房间外边的 这个碎片 其实很少 都是一些零星的 就是玻璃渣 什么水泥渣 没有大块的那种 如果是预制炸弹的话 它爆炸 它墙肯定往外倒 它外边应该有比较大的碎片 我觉得从现在情况看 进程导弹的可能性大 因为从它这个爆炸的威力 造成的这个伤害这个面积 基本上是哈尼亚 所在这个房间 都受到了损坏 伊朗方面公布是7公斤的弹头 就是它实际上 还是一个有限爆炸量的 这样一种反弹个导弹 好 那么关于这点 魏老师您怎么看呢 中东地区有两个导弹强国 其中一个是伊朗 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空军 有空射型的弹道导弹 打击的距离达到数百公里 或者是上千公里 而且弹头的威力大 相对而言 攻击的目标都是高价值的 或者是加工目标 比如说针对掩体 甚至包括导弹基地 毁伤的效果是非常强烈的 但是如果针对一栋民居 比如说一栋建筑 要使用空射型的弹道导弹 进行攻击 不可能像刚才李老师提到的 只是一个房间 遭到了结构性的破坏 所以以色列确实有各种各样的打击手段 但是如果他是采用渗透式的 这种攻击的方式 一定是在一个很近的距离上 利用这种精准瞄准的武器装备 针对目标人物所在的房间 进行直接的摧毁 而且这种渗透小组 他在发动攻击之后 还要对目标进行平估 比如说他要杀伤的人员 是否身亡 可能他还要在附近 进行一定程度的观察 所以现在外界认为近距离使用反坦克导弹 或者说临时组装的巡飞弹 以及自杀式无人机 针对哈尼亚进行刺杀 这种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如果是使用空射型的弹道导弹 估计目标人物所在的建筑 已经被移为平地了 我们看到在7月31号 哈尼亚遇刺之后 伊朗誓言要为哈尼亚复仇 根据8月10号的报道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 就接收了大量新的武器装备 包括中远程导弹 我们来看看段片 8月10日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部队 在当天接收了超过2600件武器装备 包括一批新型巡航导弹 一些侦察和战斗无人机 其中的新型巡航导弹 配备大威力弹头 且采用了雷达隐身设计 可以重创甚至击沉驱逐舰一类的 大型水面舰艇 目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 航天部队和海军等 都装备有大批弹道导弹 如在伊朗弹道导弹发展史上 占有重要地位 装备数量庞大的 法塔赫系列弹道导弹 还有老式的液体燃料弹道导弹 如加德尔和伊马德 以及性能先进的 带钻地弹头的海巴尔谢坎弹道导弹 这个庞大的弹道导弹家族 成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对外进攻的战略长矛 好 通过以上短片不难发现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装备了 大量的弹道导弹 那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 弹道导弹发展历史 到底是什么样的 目前他们的弹道导弹 水平如何 李老师帮我们来分析一下 伊朗发展导弹的 其实历史并不长 它是从90年代初 也就是两一战争之后 它开始独立自主 发展自己的军火工业 它重要的突破点就是导弹 发展导弹 包括弹道导弹 那么伊朗的弹道导弹 基本上三个系列 一个就是最早的流星系列 流星系列一开始它是仿造的 就仿那个飞猫腿 这些逐渐的发展起来 第二个系列就是法塔赫系列 这一款类型导弹 特别是去年伊朗有展示 那么还有一种 就是大概十多年前 它开发的尼什系列 它的射程比较远 基本上两千多公里 所以总体来讲 我觉得它的这个能力 是在不断地提高 而且它确实有相当的威慑力 刚才李老师也介绍了 现在伊朗的导弹技术水平 已经是比较高的 刚才像介绍了流星 法塔赫和包括尼什系列的导弹家族 以伊朗目前导弹技术水平的发展 在未来它的导弹技术路线 会往哪个方向发展 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要射程足够远 因为现在伊朗它不仅有 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 还有固体燃料的弹道导弹 那么可以机动部署 反应的速度是越来越快 而且通过发动机的逐步的改进 现在达到或者是超过2000公里 应该是没有太大的技术障碍 这样的话就可以针对 以色列的全境进行火力覆盖 而且由于它手中的 弹道导弹的数量比较多 它可以使用中远程的弹道导弹 针对它的对手 尤其是以色列进行这种 中远程弹道导弹的饱和攻击 你不是有三层的防空反导系统吗 但是我在短时间内 发射大量的弹道导弹 那么就可以提升 它的这种突防的概率 另外一个发展方向 就是提升它战斗部的突防能力 因为现在我们看 伊朗导弹的外形 具备了更多的特点 有的战斗部 它是有小弹翼的 而且和它的助推段分离之后 这个小弹翼可以调整 它的这种飞行的轨迹 包括还有小型的发动机 在最后冲向目标的过程当中 它有一个加速的动作 这样的话 它就具备了高超音速导弹的特征 而且伊朗在对外展示 弹道导弹最新技术的时候 我们甚至看到了高超音速的战斗部 也就是承波体的战斗部 这说明伊朗它在导弹的技术层面 不断地求新 那么进行这种各种各样的突破 那么其实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想让对手拦不住 另外一个能够打得远 好 刚才魏老师也说了 伊朗现在的高超音速武器 有了相当的发展 而且在伊朗的高超音速导弹上面 也出现了承波体结构 目前伊朗高超音速武器 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 我们这儿有一个短片 一起来看一下 2023年6月6日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天部队 公布了一款代号为 法塔赫的高超音速飞行器 该型飞行器由革命卫队航天部队 自行研发 使用两级固体火箭发动机 射程可达1400千米 最大飞行速度在13至15倍音速之间 从外形来看 法塔赫高超音速飞行器 使用了早期高超音速飞行器 普遍使用的双锥体弹头设计 带有四片控制小翼 很快 伊朗又在法塔赫高超音速飞行器的基础上 于2023年11月 推出了征服者2型高超音速飞行器 相比使用悬程体弹头的法塔赫 征服者2的最大特点 是采用了复杂多曲面 乘波体弹头外形 升足比性能更好 相应的大气层内滑翔能力更强 可以进行复杂的机动变轨 以提升突防能力 目前 征服者2高超音速飞行器的大多数性能 尚处于保密状态 好 短片当中我们已经看到 伊朗目前已经推出了两款高超音速飞行器 那么伊朗高超音速武器的性能 我们到底该如何评价呢 李老师 我觉得有一个例子我们倒是可以援引 大家知道今年4月13日 当时的伊朗曾经对以色列进行了报复性的打击 就是因为4月1号它的大使馆 驻利亚大马斯克的大使馆建筑被炸 所以它进行了报复性的 事后就是以色列展示的那个画面来看 那很大的那个导弹那个残骸 落在那个以色列南部 它军事基地那个 尽管是空旷的地方 说明它还是几种了目标 我们要知道那一次的打击 虽然这个美国说99% 但是大家要知道300多枚 就是它当时发了300多枚 大部分是无人机 比较好拦截的无人机 据说那个弹道导弹 在300多枚中 可能10%都不到 就是20多枚 不到30枚这样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有弹道导弹是确凿的证据 达到了目标 那说明它是有突发能力的 刚才两位嘉宾呢 已经帮我们来分析了 伊朗的弹道导弹情况 以及它的高超音速武器的情况 我们看到目前中东局势日益紧张 而美军正把自己的航母打击群 部署到中东地区 我们来看短片 在哈尼亚遇刺后 美国国防部于8月2日声称 美军将加强其在中东的军事存在 部署更多的战斗机和军舰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下令 将林肯号航母打击群 派往地中海沿岸 取代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 并从美国欧洲司令部和中央司令部增派更多具备反导能力的巡洋舰和驱逐舰 还打算向当地增派一个战斗机中队以增强防御性空中支援能力 目前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已抵达中东 该打击群内除了林肯号航母和部署在其上面的舰载机连队 还编入了第21驱逐舰中队 包括弗兰克·彼得森号 斯普鲁恩斯号 奥凯恩号驱逐舰 而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里的伊利湖号巡洋舰 麦凯恩号 哈尔西号和丹尼尔井上号驱逐舰 则可能继续留在中东执行防空掩护任务 这让美国在地中海东部的水面舰艇实力达到了更高的水平 美国的加入让中东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好 短片当中我们了解到美国要向中东部署更多的海军力量 那么当伊朗真的开始大规模打击以色列的时候 美国的航母战斗群能在其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到底它能不能协防以色列呢 列老师 您认为呢 我觉得协防以色列是毫无疑问的 大家都知道在4月13号那一波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中 美国不仅美国协防以色列 而且美国协调了英国 法国 这些北约的主要盟国 那么对以色列进行了协防 所以美国协防以色列这是一定的 我觉得这一点不用怀疑 那么现在美国军舰又重新进行部署 而且这次部署呢要强于4月份 我觉得强于4月份呢 因为这次的形势确实是比4月份要严峻 这个严峻呢主要表现在什么呢 这一次美国和伊朗之间不像上一次 上一次呢基本上美国是成诸在胸 好像一切在掌控之中这样 就好像是在演戏似的那样走了一遍 但这一次情况不一样 这一次呢我认为 美国对伊朗下一步的这个行动 它心中不是那么自信 所以这次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军事部署 这一次部署的这些东西呢 重点我觉得还是先放以色列 那么同时它进行这么大的部署 还有一个点 因为上一次美国是很清楚的 伊朗不会攻击它在中东的基地 但这一次它不一定 它认为美军在中东的基地 同时也受到危险 所以它这次的军事部署 也有要保护美军在中东基地的 这样一个任务 现在伊朗对以色列的这个报复行动呢 可以说是蓄势待发 但目前靴子还未落下 如果一旦伊朗对以色列进行报复 林肯航母战斗群 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以色列在中东是四面树敌 所以它现在面临的这个近况呢 也是四面受敌 那么现在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呢 也评估说伊朗可能也会使用 远射程的弹道导弹 或者是高超音速导弹 针对摩萨德 也就是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进行打击 或者是针对以色列国防军的 地下的掩体进行打击 那么打击这两种 这个价值很高的这样一个设施 那它所瞄准的 肯定是以色列军界和情报界的 这种高层的人士 所以它这个担忧是越来越多 那这个时候 美国肯定是拉偏价的 它向中东地区增派 林肯号航母战斗群 就是要和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 进行汇合在波斯湾 或者是靠近伊朗的区域 构成双航母的战斗群的 这个海上的这个作战兵力 那么林肯号和罗斯福号相比 我们认为它的进攻能力更强一些 因为它的上面已经配备了 F-35C隐身战斗机 一旦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上升到战争层面 或者说出现了这种大规模的冲突 美国一方面利用战斗机和防空反导系统 去协防以色列 拦截飞向以色列的自杀式无人机 和各种各样的导弹 另外一方面 两艘核动力航母上的舰载机 或者说绝大多数的舰载机 可能要针对伊朗施加压力 比如说针对伊朗的军事设施 进行打击 进行轰炸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看 现在中东 为什么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 矛盾在不断地激化 就是因为美国的中东 策略是有问题的 动不动就耀武扬威 它是不利于问题的和平解决 只会火上浇油 给中东地区的局势添乱 汉尼亚到底是被何种武器装备刺杀身亡的呢 我觉得从现在情况下 进程导弹的可能性大 如果是使用空射型的弹道导弹 估计目标人物所在的建筑 已经被以为平定 当伊朗真的开始大规模打击 以色列的时候 美国的航母战斗群 能在其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美国对伊朗下一步的行动 它心中不是那么自信 所以这次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军事部署 西方以色列是毫无疑问的 美国的中东策略是有问题的 动不动就耀武扬威 它是不利于问题的和平解决 只会火上浇油 给中东地区的局势添乱 今天呢 我们和两位嘉宾老师一起对发生 在7月31号的哈尼亚伊朗遇刺事件 进行了简要的解读 对伊朗的弹道导弹技术水平 弹道导弹的打击技术 进行了一定的分析 也对美国部署到中东的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的 反导拦截对地攻击能力进行了介绍 当前的中东局势正在持续紧张当中 后续的事态发展呢 依然值得我们关注 好 今天的冰淇面面观就到这里了 感谢两位嘉宾到来 也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